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QR Code 我的粉砖 如同刚刚主持人们讲到 因为疫情期间 因为电商现在很方便 所以马上可以呼叫各种不同 UberEats送吃的来 所以待会有一个小小的减肥的案例 跟各位也会分享 另外也想快速跟各位分享一下 一个转型的面向 你看从今年5月开始 各位知道吗 突然台湾多了很多直播主 什么意思 就是突然5月中开始 一堆的老师 包含我 就突然变成必须要用线上直播的方式 来跟学生互动 那也多了很多 也有很多家长也突然一系崩溃 因为孩子们 本来他们控管3C手机 电脑也使用 也必须开放 那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转型上 这个大家会面临的一些情况 好 那我快速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我本身学经历的关系 在产观学方面都有一些琢磨 那本身也是服务台湾最大的 这个资讯软件公司 以及在大学任教 那也参加了这个国教组的一些计划 所以我的一些分享会比较从这几个面向来跟各位说明 那我今天会分这四大主轴 那因为我的互动 就是我的一些演讲都会比较喜欢一个互动 所以麻烦各位这个伙伴也开始 把你的这个讯息视窗打开 好 那这个手指帮我准备着 待会有一些小小的互动 那可以请大家加一 或者帮我打ABCD 或者是 大家互动的时候会更 在现场有不一样的一些模式 所以今天会快速跟各位分享一下 到底经历发展的一个整个变迁 是怎么改变 那进入这个智能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以及接下来我可以怎么样做一些转型 以及最后应用这样的一个核心的 一个系统思考的一个能力 来做这样的一个因应 好 首先教科数大家都清楚 在1.0就是所谓的农业时代 好 那我们整个在一个4.0的一个过程中 好 那现在我们现在的当下正处于3.0到4.0之间 好 所以我先快速跟各位分享 1.0农业时代呢 我们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劳力 对不对 那这个依赖的一些自然资源 那2.0时代是什么 好 那时间关系我想我就先继续往下 待会再跟各位互动 在各位的教科数上从小到大 对不对 都很明确的告诉我们2.0是工业时代 那工业时代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一个机械力 这个生产力 那3.0会是什么时代呢 各位思考一下 10秒钟自己脑袋转一下 那各位你想一下 1.0我用了劳力 2.0我用了好的机械 好的工具力 对不对 那3.0再来要靠什么 对要靠我们的脑力 对不对 靠脑 那所以就会进入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 好那也就是俗称我们就是比较这个我们这一代 老师这一代的话可能是比较所谓的 KM时代 好那请教各位 3.0到4.0中间会有哪些议题 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展的过程中 好那老师快速分享一下 可能包含大数据啦物联网啦 AI啊等等一些有非常多 那请教各位 所以我们进入是这样的一个面向 是进入的4.0会是什么时代呢 你的认为是怎样 脑袋各位转一下 那我看到有伙伴有提到数位 没有错 数位绝对是其中一环 好那我快速也跟各位分享 接下来我们进入的就叫做是破坏性创新的时代 好那我直接其实题目也已经破题了 那这也不是我说的 是这个著名的这一个管理学大师 比特杜拉克 他有一个知名的一句话叫做 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呢 已经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咯 而是什么竞争 而是based model的竞争 OK 好那这一个可能大部分的在场 大概90%的伙伴 除了老师 这个跟我一样的年代才会有 才会有已知 所以没关系 待会我会用另外一个画面 另外一个示意来跟各位分享 那我这边只是想快速跟各位分享 在我们这年代的这三大遗迹 从右边往左边 这位有兴趣可以再回去Google 这个右边的这位叫李迈克 他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叫做霹雳车 也就是现在的无人车 那中间这位是叫做霍克 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超音速直升机叫飞狼 左边这位叫马盖仙 那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叫做这个瑞士小刀 所以这边想要快速跟各位分享一个数据 十年后65%的工作的 你到现在还不存在 那这也不是我讲这美国劳动部的一个报告 所以他意味着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各位伙伴们 传达的两大重点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两大能力 第一个是左边的问题解决能力 第二个是右边新兴科技工具的能力 好那我就用这个例子 这个我相信各位伙伴就大概熟知了 这个比较小的这个叫做什么 柯南对不对 比较大的这个叫新一 那你知道吗 其实柯南或者新一当然他是同一个人 他是不是都是拥有刚刚两大能力 一个是问题解决能力 因为他是名侦探 他可以解决各种不同的一些问题 甚至这个谋杀案等等一些 那另外他有很好的工具 如同右边这边老师先跟各位 已经分享了两样了 好这边快速跟各位互动一下 请帮我在你的这个讯息上 打数字就好 你认为柯南总共有多少 10个20个3050个新兴科技工具呢 请多答 各位我们给你5到10秒钟好吗 你认为你看这个柯南 其实已经大家都常常常在看 OK 好那在各位的思考的同时 老师也快速的分享一下 其实各位可以再去Google 你们都手上都有一个很好的科技工具 叫做什么 叫做智慧型手机 马上可以搜寻一下 那蛮有趣的 总共有10样 OK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自内绘画的时代了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小问题 也想请教一下各位伙伴 各位什么是AI 你认为什么是AI 如果英文好的伙伴 可不可以帮我分享一下 这个incomplete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这段英文 要帮我用文周周的意思去翻译 有没有伙伴可以帮我们翻译 OK 可能大家还在 还在还在脑袋还在转 没问题 我快速 老师快速去查了之后发现 这个名词 中文叫做什么 叫做智能脑禅 很有趣 incomplete 没有啦 其实我们都是直接去看 这个维基百科 对不对 那其实他是第一个 就知道什么 人工智慧 OK 好 那这一题我需要各位 的确我们就是小小的互动一下 好吗 帮我输入 你现在思考一下 文字我不赘述 我们现在看这张图 我们右往左好吗 从右边1 分别是1234 右边这位可能男生编号是1 第二个这个一个看起来这个源头的 是2 那第三位 另外一位戴眼睛的男生是3 好 第二个看起来是女生的是4 你认为哪一个比较像是机器人 好 请帮我作答 在这个讯息之外 你认为是1的 就帮我打1 单选题哦 只能选一个 认为是2的是机器人的 就帮我选2 好吗 那3或是 好 那帮我先互动一下 我稍微等各位一下 那各位一方面在互动的时候 一方面在回馈的时候 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知其然 知其所已然 好 感谢各位伙伴 我已经看到大家都在这个 都在回馈了 好 那我们就一边回馈一边往下走了 果然的确大部分2是比较多 可是老师就是想要跟各位讲 你看2这一位 有没有可能是穿着熊猫装的机器人 有可能 所以老师的题目要注意一下 都里面都有梗 都有埋的一些 好了 老师你刚四选一太难 我们先二选一好不好 来各位一样快速10秒钟 哪一位是机器人 我们就左边跟右边好吗 右边帮我打1 左边帮我打2 你如果认为右边是机器人的 请帮我 是机器人的 请帮我打2 请作答 大家有1 有2 不错 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大家都蛮平均的 那这个就自己有标准答案了 其实是 其实是左边这一位 是机器人 那他这个大家可以去Google 这是真实的日本的一个 他是一个参展的一个机器人 那像另外跟各位分享 Sofia 有没有也是今年底 已经要开始量产了 所以啊 这边老师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个概念就是 我们AI人工智慧 一定要for什么 forIA 什么叫IA 就是industry application 就是产业的应用 你一定要把你智能化的一个规划 思维 应用到产业界 应用到你的 不管你是医疗 你是金融 各种不同 所以老师就快速跟各位分享 目前2025年快到了 也就是差不多各位毕业的时间 全球营收十大议题有哪些 有这么多 那我们快速看一下哪三大议题是最热门的 第一个就是病人数据的处理 第二个就是影像辨识 这个分类标记 第三个就是一些演算法 包含电商的交易 包含金融的一些交易 股市的一些交易 所以我们来快速 这个老师快速分享一下 各位我们先看左边这一块 这个什么叫成像 什么叫感知 成像就是我取得影像 取得影像之后 感知就是我做了出辨识 有没有刚刚提到 所以我把车牌辨识出来了 OK 好那右边是什么 我们要做识别跟理解 什么叫识别 就各位你看到这一个 这个男生叫什么名字 这个男明星 叫布莱德彼得 这个女明星叫什么名字 叫安杰丽塔琼斯 OK 你叫得出他们 只是做到识别 那什么叫理解 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是夫妻 你知道吗 他们共同演了非常多电影 那有哪些电影 另外你知道吗 他们后来已经离婚了 那有多少小孩之类 等等的 所以我们除了做了识别之外 我们进一步还要做理解 所以这个就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进一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 智能的一些贩卖上 那我们在做一个整体的应用上 就可以透过人脸辨识 多元支付之工具 等等一些 都可以有很多的一些互动 好那接下来针对整个转型的思维 我们来快速看一下世界的一些发展 就短短这18年 各位看一下 这是GDP的一个数字 那这是就不只是台湾 全球的一个这个 这个世界级的企业的排名 你看第一名 2001年开始我们从2001年开始看 这个第一名是COCO COLA 所以底图都是COCO COLA 好那我们快速看一下 到了2008年是第一个转折 发现什么 有一间Google 一些公司叫什么 Google冒出来了 冒到前15名 好再来2010年呢 Google跑到上面了 我才差两年 那2011年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年 谁冒出来了 Apple冒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OK 好那再来我们看 2012年 Apple直冲到哪里 哇第三名 OK 2013年又是下一个转折年 各位有没有看到底图换了 从COCO COLA 变成一颗被咬的苹果了 所以Apple就要升第一名 那还没完 各位你发现 这个GDP每年都是成长的 你看Apple一路都领先 第二名以上 那我们一路到18年 各位所以你就知道说 整个的短短的一个这个国际 集的一些这个兴衰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 如果眼尖的伙伴可能会看到 除了Apple之外 是一个这个服务公司之外 你有没有看到第二第三第四名 分别都是什么 都是云端服务的公司 有没有Google有GDP Amazon AWS Microsoft有A9 好那老师也想快速分享一下一个简单的QR Code 其实就可以做到各种不同转型的应用 各位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什么外面的一个数位看板 对不对 那其实你只要扫码它 扫码它就会看到什么 看到个人化的广告了 那就有别于一般你在外面看到的大众化广告 另外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杯子蛋糕 各位以后看到这个杯子蛋糕千万不要马上吃掉 一定要先怎样 看到QR Code我们就要先扫码 为什么它就会出现再来鸣谢会库 或者是再来一盒再来一个之类的 那另外这也是另外一个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绿能的时代 对不对 我们就不要再去发印字名片 这个就可以减少砍数 我们用QR Code的方式可以呈现我们个人的一些名片 所以在整个转型的面向 老师也想跟各位快速分享 我们就从三大面向 从UIUX 就使用者界面优化 和调整成品结构 和企业流程的改善 那我这边就举 这个UIUX的例子就好 各位会看到左上方这个番茄酱 有没有 以往是这个玻璃瓶的方式 其实在番茄上在倒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难倒的 那但是现在都改成什么 改成这种这个很好 一个挤的方式 各位知道吗 本来这两瓶的容量是一样的 可是这个玻璃瓶的一个使用周期 大概要平均大概六周 可是这个塑化的一个软性的一个 这个番茄酱 而且这个开口是倒出来 其实只有四周 足足少了两周 可是使用者 各位可能都不会发现 那这个由商家来讲 他就反而可以创造他的一些新的营收 所以这边也是跟各位分享说 整个在关键布局上 AI的一些人机协作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 我们要做重新的一个工作的一些定义 好那最后 那也正好是108课刚好 也是像老师的孩子 也是今年要考大学 就是108课刚第一届 他就是核心塑料的重要的精神 所以各位伙伴你们的家里 如果有弟弟妹妹 那应该也都是 这个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在走 所以系统思考 我们想告诉各位的是什么 冰山下的一脚 还有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请千万不要只看这个台面上 所以各位看到这三个 这两个ABC 或者是第二什么 爱你一生一世 对不对 一二一三一世 其实中间这个到底是B还是一三 这个就看各位怎么去思考 这边很有趣 也在跟各位快速分享一下 有一个乌鸦 他找到一个装水瓶子 喝不到对不对 所以他就想到了什么 阿基米的原理 他就开始到时候去找 飞了很远的河边 找到了很多石头 他就开始去来往飞 终于把石头丢在里面之后 累积起来就喝到水了 各位目前直觉觉得OK 从小到大也是教我们这样 用这种方式来 阿基米的原理来取得这个水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面向 我明明就已经飞到河边了 我何必还要在 对不对 那这也是老师想要跟各位强调 系统思考就这样 它是一个框架效益 那各位一定要跳出这个框架 就像抽地下水一样 这个有一些这个 这个乡下的一些这个这个地区 他初期前三年前五年前十年 觉得抽出地下水好像还算蛮好用 蛮直接 可是久了时间久了之后怎么样 有可能会造成地层下限 那我想系统思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思维的方向 那这边基谋我就先不多说 那各位有兴趣可以进一步去参考 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站的系统书籍 那老师这边就用一个小写 我来跟各位分享 OK 以这个思维来看就是我现在 假设我现在的现况是70公斤 那我的目标是60公斤 中间就有一个10公斤的差距 那这个差距我要 来做什么事情来降低或这个差 减少这个差距呢 可能这样就是提升的运动量 那我减重的幅度就可以变高 可是通常事情都没那么完美 就像刚刚讲 他可能会有一些反效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反效果 当我运动量大的时候怎么样 我饥饿感可能就会变重 饥饿感变重之后 我的食欲感反而变更好 那食欲变更好变成怎样 我食量就变大 那当我食量变大的时候 反而怎么样 体重不减反征对不对 所以就可能有一些这个 这个后遗症的效益OK 那其实刚刚只是用一个很简短的减肥案例 快速让大家有一点体会 那其实细节来讲 它是一个跨领域 甚至是跨这个组织 跨工作的一些方式的 那这些的一些面向 各位都可以进一步去思考 好 那最后就跟各位用这个来做一个结语 来 龟兔赛跑谁赢 好 那个大部分 予首予言都告诉我们 这样 乌龟赢對不對 所以兔子就很不甘心 那有这个 有一天 可兔子就跟乌龟讲说 啊 这样不公平每次都赢 我们换一个方式 那乌龟想一想的说 好吧 那不然我们来比谁先跑到家 兔子就这次就下定决心了 他这次千万不能再睡觉了 所以各位知道谁赢 不来是谁赢 还是乌龟赢 为什么 OK 因为怎样 因为乌龟他怎样 一秒钟就回到家了 好各位笑完了 那觉得老师想跟会传达什么 OK 老师想告诉各位 谁是市场自定的 谁是市场的自定者 谁就是赢家 好吗 好那我想今天短短的这样一个时间 用这个一个系统思考 的一个面向 来跟各位说明跟分享 在破万行双金时代的一个数位转型 好那我想我今天的这个演说就到这边 谢谢 谢谢各位